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這個要不要? 要 這個嗎? 要 要不要? 每次見到心儀的玩具 小朋友都拿著要買 而家長每次都就睡 那對小朋友有什麼影響呢? 即是說小朋友要什麼都會滿足他 他們會分不到什麼叫需要 什麼叫我想要 甚至說想要 其實都有不被滿足的時候 他們就沒辦法學懂怎樣回應自己被拒絕的感受 對家長來說在官家上都會越來越困難 因為其實他們想要的有很多 小朋友學懂了扭解的方法 我扭解了 我女兒了 你就要給我了 另一個極端的例子 就是小朋友每次見到心儀的玩具 家長都堅持不買 Cherry你又怎樣看呢? 首先第一個重點 大家都很怕拒絕小朋友會破壞親子關係 我的看法就是 如果一段健康和穩陣的關係 是不會小小的拒絕就會破壞到的 反而是我們在拒絕小朋友的過程中 我們的表達讓小朋友經歷了什麼 如果我們的表達是有原因的 回應小朋友的感受 就是我知道你很失望 不過我們真的買不到 等等的回應技巧 讓小朋友好過一點 趁機教導一下小朋友 我們怎樣去回應自己內心的感受 怎樣處理小朋友的購物欲好呢? 再看看小朋友在要什麼 有很多時候他們可能很喜歡那個東西 或者很想嘗試擁有的那個感覺 第一步 其實我會問他 為什麼你這麼想要? 你喜歡那個東西是什麼? 其實這個過程也是幫助小朋友 去理解自己想著什麼 自己想著什麼 因為有時候他們真的未必那麼密質 反過來看看我們平時 無意之中做了很多動作 或者做了很多行動 讓小朋友真的很密質 至於回應他們很大的購物欲 其實我們可以在平日做多些功夫 你可以跟他說一些比較抽象的概念 例如想要和需要有什麼分別呢? 舉個例子就是我們要吃飯 吃飯就是一個需要 但是吃零食是不是一個需要 還是你想吃零食呢? 如果再大一點 可能高小左右 你可以再教他 對,有很多是我們都想要的 但我們基於什麼原則去決定買不買呢? 價錢 家裡有沒有位置放 或者買回來有沒有作用 怎樣令小朋友明白金錢的概念呢? 我試過聽過小朋友 媽媽很忙地插錢包給錢 小朋友就會說 給我嘟八達通吧 給我嘟八達通吧 我嘟你就不用付錢 我幫你省錢媽媽 小朋友對金錢是不掌握的 我們可能平時可以透過一些遊戲 故事書 在街市買菜或者超市買的時候 可以帶小朋友去 在過程中可以教導到小朋友 買東西是要付錢的 原來你買一個玩具一百元 其實你可以買很多包薯片 另外可以再做一些功夫 就是其實 原來我們是一種付出和收穫的關係 錢不是天跌下來的 是怎樣來的呢? 就是父母可能很辛苦 做工作而得來的收穫 可以用一些小技巧去訓練小朋友 你要付出然後才有收穫的 比如幼稚園高班的小朋友為你 我們通常都用很多繪本的形式 跟他們說一些概念 因為比較抽象 但跟繪本的話 小朋友比較容易理解和接收的訊息 農夫很努力種東西 最後有一些很漂亮的果子 買得很好 這個其實跟付出和收穫有關 不過我們教導他們的時候 也不需要用很大的篇方去解說 這個就是付出和收穫 所以你平日就要付出和收穫才有 小朋友太小的時候 他們一來未必理解到 指令太長的時候 他們都未必接收到 就會比較困難 對於大一點的小朋友 家長可以考慮以下的方法 今個星期為家庭洗五次碗 你就可以賺到兩元雞 又或者做一些東西 我才得到一些東西 未必是馬上付錢 可能是你做到五樣東西 就可以儲聖聖 他將來就給你選擇 二十元以下的禮物 如果真的大一點的小朋友 例如高少 都可以跟他說 爸爸媽媽很疼你 都想付少少零用錢 你去學一下怎麼用錢 當每次要買東西之前 就可以跟媽媽有個計劃 商量我怎麼用這二十元買什麼